这个潜舰呢 为什么 其实从台湾的潜舰风壳下水那一天 其实各种假讯息就不断地在攻击 透过抖音 透过各种平台 为什么 因为 他们在攻击就表示我们做对了 因为他们害怕 为什么呢 台湾这艘潜舰 虽然这是台湾史上第一艘潜舰 但是因为它吸取了很多国家的精华 简单来讲 美国的军事专家 他讲 先看一下这艘潜舰的外形 当然这个是有一些部分是遮蔽起来 但是简单来讲 它的外形呢 有些专家讲说 它很像建隆级其实不对 因为建隆级是叫做雪茄型 它长得比较像一根雪茄 那我们的海坤呢 是比较水滴 泪滴型 所以它其实外形上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呢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大家很关注配MK48重型鱼雷 这很威吗 MK48鱼雷的威力在哪里 第一个 它这个是改良版的 它也是美军现役的重型鱼雷 第一个 它的射程很远 它可以在大概差不多一百多公里外 就可以有效命中目标 而且现在的鱼雷 我们国军现在使用了德国的SUT鱼雷 它叫做线控 就它鱼雷从发射管出去 后面要拉一条线 你必须靠那条线来控制鱼雷的方向 但是MK48它可以线控 它也可以不用线控 它可以无线 所以也就是说当我潜舰我发现目标 线控的缺点是 我潜艇必须停在原地 等你集中目标之后我才能离开 因为你离开那个线就断掉了 相对你很容易被对方发现 可是因为潜艇最大功能就是它的逆中性跟隐蔽性 那MK48好处就是说我可以射后不离 就是我发射出去之后我潜艇就开走了 我到下一个伏击区 对 而且你说这个鱼雷啊 它可以在海里面深海里面打一百多公里啊 对对 而且它的速度非常快 因为水的阻力超大的 对它的速度非常快 它的速度是超越现在地球上 如果有外星人就另当别论了 超越地球上所有水面舰跟水底舰的速度 所以打中没有问题 而且美军曾经做过实战演练 就是它在演习的时候有发射过MK48 去攻击盾位跟航空母舰类似的船只 基本上大概两枚就结束了 哇塞两枚就可以 对因为MK48 就可以打掉航母啊 我们知道一艘船是这样子 它有一部分是在水线以下 对 那你如果是从水面上攻击的时候呢 因为船身的甲板都很厚 然后钢板厚 你从水面上攻击的时候呢 你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去攻击它 它未必会沉 可是当你假设我的手 这只手是水平面的话 当你从水线下去攻击它的时候 你打穿它 它会进水 进水之后它的船会折断 一方面是因为鱼雷爆炸 另外一方面它被它船身 自己的重量给压断了 因为它的重量往下沉 就把船给折断 所以基本上它只要两枚就可以 厉害 而且海坤军舰呢 只花了六年的时间 这样算很快是不是 非常快 别的国家 我们讲造潜舰 我们常常讲说 造舰其实是百年功力 你看现在世界上 有能力制造潜艇的国家 基本上它们国家造船的历史 大概都超过 至少七八十年以上 像中国那种去 山寨俄罗斯的另当别论 所以台湾 什么东西都山寨 台湾只用六年时间 做出潜艇 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好MK48呢 有人讲说 你只有鱼雷有什么用 你没有巡弋飞弹 你没有那个鱼叉飞弹 这个叫外行人讲外行话 内行人一看就知道 发射鱼雷需要鱼雷管 鱼雷管通常会在潜艇的前方 这个这样被遮起来 我们看不到 鱼雷管里面 鱼雷管它就是一个管型的空间 基本上你只要塞得进去的东西 都可以从那边射出来 等一下有网友刚刚说 这个外形上面海坤是雪茄 海龙海虎才是类滴型 好没关系 那好 我跟你讲 外行人看起来 他们都长差不多 没有 王毅川最坏 王毅川说像大长型 大长 都大长 猪大长型 好OK 那鱼雷管 鱼雷管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连通潜艰 内部跟外部的一个通道 那所以你任何东西 只要能塞进鱼雷管里面 即使潜艇里面垃圾 当然不是这样 不能这样做了 你垃圾就可以透过鱼雷管 排到海外 排到潜艇外去 所以你可以发射鱼雷 将来不管是巡翼飞弹 或是前射型的鱼砂飞弹 我只要放进鱼雷管 通通可以发射 那是因为我们现阶段 只有MK48 那将来如果说 我们买到前射型的鱼砂飞弹 甚至有巡翼飞弹 巡翼飞弹 对 巡翼飞弹 因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讲到 特别讲到战斧巡翼飞弹 因为美国的维吉尼亚籍的 现在是美军的主力的攻击潜艇 当然它是核子动力 美国的维吉尼亚籍 里面就是配备的战斧巡翼飞弹 所以你只要可以放进鱼雷管 它通通可以发射出去 所以很简单的道理 国造潜艦的专业小组 召集人黄曙光 他讲说海昆舰后续型号 为搭载反舰飞弹敞开大门 也就是说 因为鱼雷是攻击水面舰跟潜艇 那如果反舰飞弹 我当然也可以攻击水面舰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会这么 好 再来呢 这个是美国提供我们这个武器 所以那天海昆号亮相的时候 外国的人都 美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通通都来 我觉得那个意义还蛮特别 那个意义就是说 这艘潜舰其实这三个国家都有帮忙 对 而且美国就直接提供我们先进武器 意思就是我们很支持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的潜舰的战斗系统 就红区装备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这是美国政府同意 他才可以做 对 那好 现在有专家讲说 他维吉尼亚 我们的这个桅杆 这个桅杆都盖起来了 这为什么要盖起来 因为内航人从你的桅杆的造型数量 大概就可以猜到 你里面装载哪些电子设备 这么厉害 内航人是可以看 所以为什么要把它盖起来 他说类似维吉尼亚籍的 潜舰不用穿透健身 不怕意外撞到 模组化可以轻易更换 采用现代光电的潜望镜 我们看过的潜望镜 是长什么样子呢 大家应该在电影上看过 对不对 有个潜望镜 通常舰长会站在那边 然后用电动把它伸起来 那通常舰长在使用潜望镜 会跟这个驾驶下一个指令 到达潜望镜高度 什么叫潜望镜深度呢 你潜舰如果潜在水底300米的话 你潜望镜不会有那么长 可以从300米以上伸上来 你一定要往上浮到潜望镜的长度 可是你往上浮的同时呢 你自己也负担着相对的风险 危险 因为你比较浅就容易被发现 好 那过去传统潜望镜是这样 在那边看 当然现在有那种电子光学的 那我们这个潜望镜呢 更先进 除了传统之外 它有一个叫做 电子潜望镜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不用伸眼睛 对 它放一个东西 类似像 好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 那个 针孔摄影机好了 你把它想象 这样大家容易懂吗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针孔摄影机 当它伸上去的时候呢 你潜望镜也许还在相对的深度 但是它那个 电子潜望镜上去之后 它一样可以看到上面情况 但是你的潜艇 却还保持相对的隐秘性 所以这个是很先进 而且呢 它不用 它的这个 我们的潜望镜呢 可以不用完全穿透健身 所以比较不怕意外 去撞到干什么的 那将来可以选择装配的是 前射型的鱼叉反舰飞弹 整合洛克希德马丁 供应的作战管理系统 叫CMS 负责汇入目标数据的 则是雷神公司提用的 主感应器套件 洛克希德马丁雷神 都是美国公司 所以我们整个的战斗系统 可以这样讲 几乎80%是由美军所打造的 当然我们的中科院 也有研发了一些 那将来二到八艘 根据我们海军设定的目标呢 是希望自主率 就自己研发的比例 能够慢慢提高 这样你就不用把所有的 重要装备都掐在外国人手上 下面一边 字幕后 字幕后 是